那么在花莲的确诊个案当中有个案是曾经前往传统市场来采买 引起了民众的恐慌 花莲现场24号是分别前往了美轮以及黄昏市场这两大市场 来宣导民众勤洗手、戴口罩、减少群聚等防疫措施 防疫大作战、花莲确诊个案当中有曾经到传统市场采买的足迹 一度引起花莲相亲的恐慌 花莲县府和花莲乡镇施工所也在第一时间做好环境清洁消毒 24日,花莲县长徐震伟分别前往美轮市场以及黄昏市场 寻导民众勤洗手、戴口罩、减少群聚等防疫措施 配合防疫,美轮市场也实施进出管制 实联制量体温,内容店家也都配合政策改成外带 包含摊商以及买菜的民众都全力配合防疫 下午3点,花莲县环保局也派员在市场内外侧进行消毒工作 例行性及预防性消毒都将会持续进行 也呼吁民众定期将居家环境消毒 个人做好自主防疫管理 戴口罩、勤洗手才能降低被病毒感染的机会 记者讲邦彦华联系报道